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沐谦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小伙伴推荐给我的一些案子 其实一开始我是挺犹豫要不要讲的 因为此案的报道非常的少 警方也没有披露出特别具体的细节 所以整体的视频长度可能会比较短 但是后来我找到了罪犯受审时的视频画面 看过之后还是想和大家来讲一讲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事情发生在安徽省河飞市鼠山区南港镇 2014年6月11日凌晨4点多 南港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的报警 这名男子姓李李某告诉警方 他和妻子白某在多年前 共同经营了一家精彩婚纱摄影楼 是一个二层的小楼 楼下做生意 楼上则是简单的影棚和住宿的地方 因为两人的摄影技术很好 所以生意一直很红火 甚至在当地享有名气 很多人都会特意的慕名而来 而最近几年由于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两人在市里还开了分店 有了分店之后 夫妻俩就决定由妻子白某坐镇老店 持续经营 而丈夫李某则到市里去打理分店的日常工作 所以两人从此便开始了长期的两地分居 人虽然不住在一起 但是两人的感情还是很稳定的 一直保持着通话 但蹊跷的是 李某6月9日给妻子打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6月10日仍然没有联系上妻子 出于担心 他便在10日工作结束后 连夜赶回了南港镇 查看妻子的情况 6月11日凌晨4点前后 李某赶到了家 他发现一楼店面的卷帘门和推拉门都是完好的 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当他打开门的时候 他刚刚松缓一些的心却再次揪了起来 因为他闻到了一股难以名状的臭味 这让他突然感到了一阵寒意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袭来 于是他便赶紧冲上了二楼 结果就看见 妻子白某倒在一片赤色当中 身上和脸上有多处刀伤的痕迹 其已经遇害并开始腐烂 李某随即便报了警 警方接警后立刻赶往了现场 并开始进行仔细的勘察 涉事的金彩婚纱影楼 地处长江西路与回民路的交口附近 当时正属于拆迁区域 除了精彩摄影楼和其他几家店面 扔在京营外 其他大部分的建筑都已经被拆除 是一片瓦砾废墟 影楼的一楼仍然摆放着 许多等待顾客取走的婚纱照 警方根据现场物品的摆放和情况来判断 白某遇害前影楼应该仍处于营业状态 另外警方还发现 一楼厨房处的窗户护栏 有被掰断过的痕迹 而窗外则是一片菜地 于是警方推测 凶手很可能是从这片菜地 以及厨房的窗户潜入了室内 作案后又远路逃离了现场 鉴于受害者白某当时已经开始腐烂 说明作案时间应该已经比较久了 于是警方便呼叫了蜀山特警支队 派遣警犬支援 同时开始对周边的居民进行走访 寻找线索 据附近居民告诉警方 白某和李某确实长期分居 而且他们虽然有一个儿子 但是他长期在外地上寄宿高中 所以平时只有白某自己住在店里 白某的人品是很好的 拍照技术也很好 而且可能是出于行业要求 白某平时的穿着打扮也非常的时髦 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所以周围的居民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 从来没有人和他发生过任何矛盾 后来随着拆迁 居民逐渐的搬走 影楼的生意也开始越来越淡 有的居民曾经和他提过 这周围都拆的差不多了 生意也不多 你一个女人住在这 其实也并不是很安全 你不如早点搬到市里 去跟老公经营新店 但是白某一直不以为意 总是笑着说没事 说在这忙了一辈子了 晚上门窗都会锁好 挺安全的 而最近几天影楼并没有开业 大门紧锁 大家还以为白某是终于决定 关门歇业 要去市里了 所以也就都没当回事 而关于白某遇害的原因 居民则猜测 大概率是建材起义 因为李某夫妻做摄影 做了一辈子 家境非常的殷实 在市里也有店铺 有住房 而且就这个影楼本身 面临拆迁也值不少钱 何况店内还有相机电脑 各种服装道具 估计价值都不菲 警方走访后 认为居民的猜测非常合理 而且从窗户货栏被破坏来看 也比较符合入室盗窃的可能 于是民警便再次向特警支队 汇报了调查的情况 以及相关的推测 当天上午9点半左右 鼠山特警支队 携带多只警犬赶到了现场 对周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但是由于周边已经被拆得乱七八糟了 除了瓦砾就是荒地 影楼厨房后面那片菜地 也不过是当地的居民 在荒地中圈出来开挖的 所以整体的搜索难度是非常大的 不过在汇总现场情况的时候 鼠山警方却突然发现 如果居民的猜测属实 那么这种入室盗窃后 持刀灭口的情况 似乎与2009年成都发生的一起大案 手法相同 而且该案的嫌疑人 沈某仍然是在逃状态 想到这儿 鼠山警方便联系了成都警方 成立了专案组 开始病案调查 调查的过程没有具体的报道 只知道在案发的四个月后 2014年10月1日 专案组在长沙的一个废弃工棚中 将熟税的沈某抓获 经过审讯警方发现 白某的遇害确实是沈某所为 而且2009年成都的大案也是其所为 除此之外 沈某还交代了一系列其他的罪行 具体如下 沈某2014年被捕时37岁 关于他的具体情况 警方没有爆出更多的信息 只知道其于2007年年底 曾经因为故意伤害罪 被判了有期徒刑一年 缓期一年 2009年3月 处于缓刑考察期的沈某 因为没钱 于是决定通过抢劫搞些钱花 经过踩点 他选中了成都的一对夫妇作为目标 3月15日 沈某潜入了成都国际花园小区 蹲守在夫妇的家门口 趁夫妇俩回家开门之际 沈某持刀尾随夫妇进了房间 并威胁两人不许声张 爬进卧室 夫妇二人妥协 爬进了卧室 沈某便用准备好的胶带 先将男主人的手脚捆住 就在他准备去捆女主人的时候 男主人却突然奋起反抗 然而 由于手脚已经被绑 行动不变 被沈某轻易的制服 并乱刀毙命 沈某见男主人不再动弹 于是便决定 一不做二不休 在向吓傻了的女主人 避问出银行卡密码之后 他用一条毛巾 勒住了女主人的颈部 女主人也随后遇害 之后他翻箱倒柜 找到了2200元现金 逃离了现场 这也就是刚才提到的 2009年成都大案 作案之后的沈某便开始了 到处流窜 以入室盗窃为生 2012年2月 沈某流窜到了湖北遗场 在一次入室盗窃的时候 恰巧赶上了房主回家 发现了沈某 房主立刻拨打电话报警 便喊人帮忙 沈某在逃窜中 一刀刺中了房主的左胸 房主受重伤 但是万幸后来抢救回来了 2013年6月 沈某又流窜到了湖北武汉 并纠集了团伙 某次 他与另一名同伙入室盗窃之后 准备逃离的时候 碰到了两名巡逻人员 在扭打中 沈某持刀 同伙持锤子 将巡逻两人打成轻伤 之后逃离了现场 2014年4月 沈某又流窜到了重庆 当地有一位楼某欠他的钱 于是他就找了一群同伙 挟持了楼某 逼迫还钱 在遭到了楼某拒绝之后 沈某持刀对其腿部进行了连刺 最终导致楼某重伤 2014年6月4日 沈某又流窜到了安徽合肥的南港镇 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中 他看到了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 认为他应该很有钱 于是对其进行了暗中观察 结果发现 其是金彩婚纱摄影楼的老板娘 当天晚上 他在楼外蹲守了四个小时 直到听到屋内没有了动静 他认为老板娘应该已经睡熟了 于是便撬开了厨房的窗户 进入了室内 到二楼的时候 他发现二楼还有一道防盗门 不过钥匙就插在门上 所以他轻而易举的就进了屋 看见了正在睡觉的白某 对于这种情况 神某根据自己的经验 盗窃到一半护主突然惊醒 自己会特别的被动 于是他决定 干脆趁着护主还没醒 先用鞋带把他绑起来 结果就在他绑白某的时候 白某醒了 并开始奋力反抗 神某见状便连刺多刀 直至白某倒地不再动弹 才搜索财务里去 2015年8月20日 法院对神某进行了公开审理 庭上神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 供认不会 但让他认为自己并不残忍 如下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 由于神某在2012年至2014年的 多起伤害案中是有同伙的 所以8月20日当天 法院并没有给出判决 而是进行后续的进一步调查 直至2015年10月30日 法院才再次开庭进行了审理 最终 神某因犯故意伤害罪 抢劫罪 故意杀人罪 恕罪并罚 被判处死刑 至此 此案完结 讲完今天这个案子 最让我有感触的是两个画面 一个是神某在法庭上 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并不残忍 并给自己的灭口行为 找了所谓恰当的理由 但是我想说 暂且抛开几次伤害案 仅从2009年和2014年的 两次命案来看 他在成都尾随男女主进屋的时候 他没有想到过人家会反抗吗 他在南港尾随白某的时候 他是明知道对方在家 特意等人家睡着了以后进屋的 他没有想到人家会反抗吗 按照他的理论 只有当他感觉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无奈被迫出手 那么如上两岸的情况 是他明知道对方在家 也明知道情况一定会变得很危险 自然就更知道 一旦他作案 就一定会出手灭口 可他呢 仍然还是作案了 这种自己争取来的被迫 无奈个球啊 所以这种辩解本身 就是自相矛盾的 第二 就是在他依次庭审之后 离开现场的时候 那小的叫一个开心 一个手犯多条命案 并且认为自己并不残忍 都是迫于无奈的人 却在谈及那些 无奈作下的恐怖事件之后 如此的轻松愉悦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最后 结合案子本身 还是想嘱咐小伙伴们 两层好的安全习惯 睡觉休息的时候 锁好门窗 尤其是家住在低楼层 或者像我一样住平房的 更要多几分谨慎 说到这儿呢 让我想起来我们家这边 经常会有一些入室盗窃的 只不过呢 因为一般我睡得比较晚 而且家里还有壶茬 好几次呢 有人拧我们家的门 都被及时发现了 不过周边的邻居呢 确实还是有家中被盗的 前两年呢 还有一位孤寡老人 因此在家里遇害了 因为家里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 直到整个发臭了 邻居才发现 所以我还是想说 可能因为我住在平房 类似的事情经历的太多了 所以我才更加的在意 这种习惯和意识 也更愿意更多的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远离那些所有能预测到的 可能的危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 关注和转发 多段评论 私信与我活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暴力灵灭 魂与安宁